379块钱买了一个游戏盒子 这个盒子居然送一个320G的硬盘 里面装了1万7000多款游戏 你说能就3万多天对吧 1万7000多款游戏 我每天玩个一款的话 我下半辈子就过去了 还挺丰富 线送一个耳机呢 手柄 硬盘在这儿 这个就是主体了 还送了一个UFB的拓展物 一个说明书 这个说明书我们可能得看一看 这东西太复杂了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500G的USB3.0 不错 虽然看不出什么品牌 但是硬盘也没有炸台货 然后手柄也比较厉害 跟我们之前买这个手柄就有差别了对吧 这个P3 然后它这个地方 看这个线性扳机 我的天 这个就不是 两个手柄都是无线的 哎 你写了 让时光倒流回到你的童年 嘿嘿嘿 这个精准定位啊 对吧 我们就是回味童年的 哇 纯点点的 质感还不错 有送一个遥控器 一个HDMI的线 网线 电源 还有一对电池 这两个是手柄的接收器 好的 那么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有啥接口 有个AV接口 有个HDMI接口 有个LINE接口 这个是网线接口 电源接口 然后一个开关 另外就是两个USB 其他就没啥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电视盒子 你看这个说明书上就是电视盒子对吧 但是它又是个游戏盒子 这是我精心挑选的 据说它能够顺畅的玩PSP的战胜 哇 这就比周哥的那个掌机还厉害对吧 然后呢 这个配置里面 居然带了一个2G的显卡 这倒有多厉害啊 我们现在把它连接起来 而且这个手柄居然是充电的 瞧 打开以后呢 是这么一个页面啊 这就是一个电视盒子嘛 我们点全部应用 看一下关于本机的信息啊 设备信息点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 这CPU的主屏是一个1.8 那据说呢 这是一个4核CPU啊 然后内存大小是个2GB 哦 这是个安卓9的系统啊 好的 那么连上网之后呢 咱们回到主页 你看就是一个电视盒子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切换系统 马上啊 就来到了这个游戏机界面了 你看这里还有一点点提示啊 首先街机游戏呢 咱们来看一下有些啥 小时候玩的所有的都有啊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三国 这个游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小时候呢 因为这个币很珍贵啊 现在咱们要报复性消费 直接给它充满99的币 这个小游戏现在运行没有任何问题啊 这个手柄的摇杆呢 还可以啊 就稍微感觉有一点点偏高 你看啊 这些街机游戏啊 它一个文件夹 一个文件夹 分得非常清楚啊 这个是SNK的 传唤就在这里啊 这个彩晶呢 有很多设计类的游戏 对吧 2000年到1994都有啊 传97吧 最近面了 虽然我不会玩 但是咱们来看一下它运行的效果 放出一个招了 终于 好 这个游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发现刷上去之后呢 这里还有金手指可以用 好 这挺有意思的 街机门切 街机 哎呀 这个是 哇 万代的都有 大死 哇 这个好 这个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游戏啊 金庸纯霞传 加上这个加强版的仙剑奇霞传 这个游戏啊 我小时候呢 没有玩过 后来在手机上玩过啊 这就是原版的啊 这个适配呢 是做到一个全屏 OK 现在呢 就差点音乐啊 因为我这个破显示器 居然没有声音 哎 好的 我们现在两个手一二 再按一次就退出了 这些游戏都是可以自己加的 哎 这是PCE游戏 冷天堂游戏 这里呢 是有显示游戏数量的 刚才那个是九十几个 九十个 这个是小霸王嘛 毕竟多对吧 冷天堂 那这个是一千零 一十一个 超论的游戏 N64的游戏 GB的游戏 GBA的游戏 NDS的游戏啊 我们看一下NDS啊 NDS呢 是两块屏幕 北欧女神 我们找一个 这个吧 马利奥 这个左右两块屏幕都在这里啊 你看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笔就出来了 其实是这个N64还要上下屏才好玩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毕竟是个模拟器对吧 有个独档 有个存档 退出吧 这个太难操作了 这个MD的游戏 这个4加GG的游戏 4加SS 土星的游戏啊 4加DC的游戏啊 我们看一下DC吧 看一下它运行这个 出租车 凤凰出租车啊 二代 go 我们去接客了 这个游戏啊 非常顺畅啊 我之前在另外的盒子上玩好像是 有点卡 没有问题 这个游戏 运行起来没有问题啊 只是我们的操作有点迷 就喜欢在这个马路上乱开车的这种感觉 你们怎么都逆向呢啊 会不会开车 没有问题啊 换个游戏 看一下能不能保存 原来双击这个摇杆 它就可以保存啊 你看还可以更改这些参数 像什么声音的参数啊 输入的参数啊 还有游戏系统的设置啊之类的 你看4加DC啊 居然有GTA2 这有点厉害啊 我们看一下 之前都不知道了 是这样子的 这跟GBA的GTA有点像啊 就俯视的这种视角 这个细节稍微要丰富一点点啊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控制啊 就不能够用上下左右键来控制啊 反正是一个俯视视角的GTA啊 OK 我们再看一下别的游戏 PS1 咱们来试一下 奥特曼格斗进化 这个加载速度啊 还算是可以 你看这2秒 3秒 4秒左右吧 这个游戏啊 据说是非常的受欢迎 这个画面也没有问题啊 毕竟PS1嘛 拿一个偷袭 就放中 KO 好一样的 就是这么多游戏啊 你都不知道玩哪个游戏好 这挺烦恼人的 我们来看一下 PS1它装了多少个游戏啊 小100个了 那这就省去我们自己去找游戏的烦恼了 对吧 经典的游戏 它肯定都放在里面了 你看最终幻想系列有这么多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模拟器 PSP 曾经的地表最强掌机啊 有360款游戏啊 哇 玩下PS1版本的这个都市 来看一下啊 这就很像现代的GTA了 不再是那个俯视视角了 对吧 我们先骑上摩托车 这个不会卡啊 非常酷炫 不好意思 骑上 骑上 这就是小时候梦寐以求的游戏啊 这GTA呢 也有1233座呢 都是些非常经典的PSP游戏啊 就这个 还有一点非常好的呢 就是这个游戏啊 都是中文版的 我们这边速率已经到达了99 你看帧数在这边显示啊 60帧现在是 OK开始了 现在变成30帧左右 电竞帧数啊 属于是 现在是十几20帧 哇 玩起来的感觉还行啊 这些小兵真烦 发售 20帧吧 平均20帧 它呢 有个20帧的话 那其他那些复古游戏啊 都能够顺畅运行 还算是可以吧 那么玩游戏 用它基本上就可以玩到我们小时候的复古游戏了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视功能能不能正常使用 看一下这个优酷的TV版 首先要下载个APP 那这个如果是接网线的话网出会更快一点 我们现在连的是无线 这里啊 还有一个它自带的这个APP 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好像有一些在其他平台需要收费 而这边不需要收费的这么一个APP 我擦了这个音响之后呢 它其实是有声音了 直接咱们就可以在这里看电影了对吧 然后我把这个硬盘呢 直接插在电脑上 其实呢咱们就可以在这里面看到这些游戏 你想玩什么游戏就可以往里面丢啊 OK 就是这么样款机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500个机的游戏啊 真的可以玩半辈子 好的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评论点赞关注哦 拜拜